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我们知道说人有生离死别 越有殷勤圆缺 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是带着很大的恐惧的 尤其当我们的生存年龄 不断的往后遞延的时候 媒体上到处告诉大家说 这个什么卧床几年 或者是说之后要付出的 这个医疗费用很高啊等等之类的 大家对这个充满了恐惧 再者呢就是说 在面对高龄这件事情 第二个要紧接着面对的 叫做死亡的恐惧 虽然现在的气氛比较开放了 可是很多人一谈到这个议题 还是充满了恐惧感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 一起来直面恐惧这件事情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觉得变老的恐惧 真的是一种 感觉是天生的本能 因为像包括我的小孩呢 他也会跟我说 妈妈你不要变老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变老就是一种消逝 那确实也是 就是时间的消逝 所以为什么人会这么的 担心变老或是死亡这件事情呢 我想变老跟死亡 往往会联想在一起 年纪越大 那种死亡指数 好像就是随之提升 所以因为有无限的未知数 所以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呢 大家总是会往坏的地方想 所以想着想着呢 可能产生着某种的能量共振 那可能心里就不舒服啦 或者是有担心啦 或者是觉得啊 静忠的自己一天不如一天 这种不是很好的味道 随之而起的时候 的确它是一连串的一种负能量的产生 那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呢 它不会自己变成正能量 只会越演越烈的让自己可能想要去做一种美容咯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提升咯 那有时候运气好呢 也许找到对的 可以暂时性的帮助的 运气不好的可能 花了精神 花了金钱 时间 后面可能产生了更糟糕的结果都有可能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主题 在变老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 所以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 很多人与其想那么多呢 他可能一种带有威胁性的一种 一种隐忧啊 可能在这个老字上就产生了 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氛围哦 因为你看很多人会说什么 哇哪个女明星动灵啊 哇这80岁看起来像60岁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呢又或者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个反面的操作 叫做 你看那个女明星这些多漂亮啊 现在呢已经人老珠黄了横肉发展 所以大家对于就是年纪增加这件事情 就会真的是很多的负面的这个情况产生 那很多人说 那老师那我因为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啊 有皱纹啊 脸下垂啊 我开始去做一些医美 那我这样子是不是 把这个负面能量也把它转正呢 如果做得很好 那当然高兴了 对不对 做得很好 觉得哎呀算到了 你看现在的科学技术 多能够如我们所愿 那这一次做得很好 那是不是还是要 什么时候要回厂保养 对不对 那哪一次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一个 心中还是会有一种可能性的一种 负面思维的定点 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 但是心中会不会有那些想法呢 多多少少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认知 这个变老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而且乐于来面对 比较阳光性的处理的话 往往尽忠着自己不如以前的期许 然后在老字上好像特别有文章可做的时候 不能够控制的时候 有些人就很消沉了 甚至于颓废了 甚至于不愿意见人了 我想这些的心理的调试啊 应该在自己还OK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建设性的 而不是仰赖着 这所谓的美容啊 或者是可能性的什么样的 吃什么用什么 那如果有一天他不灵的时候 我们心态又没有好好的调整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身心灵不聚合的这种 变本加厉的这种压力情况下 老的速度会更快 而且心情因为 因为在老字上没有办法接受 那这个心啊 又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速的老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认清的一个重点 而我看到了很多的明星 年轻的时候再怎么帅 有的时候你在YouTube看到他的 这个岁月不饶人的痕迹啊 可能怎么样的显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这个真实的 这个大自然的规律 就是说如果每个人曾经那么美 但他在年老的时候 他都会有可能性的不如从前 那其他的人应该不要把它变成 好像自己有一天 真的有这种味道的时候 把自己看得很糟 或者是怎么样的不能够给自己 有活力的机会 就觉得哎呀老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那那样子一来的话 可能让我们后面产生的这种 不好的作用力 大到我们现在是不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非常小心的 在心里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其实我想就是说 当我们去做比方说医美啊 或是运动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面对他 那么这个微小的恐惧 他也是一直存在心里面 就是像刚刚导师所分享到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会说 导师那我们知道说 就是面对恐惧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负能量 那我觉得恐惧这件事呢 它确实是非常难摆脱 就像是有些人很怕蟑螂 你说叫他不要怕蟑螂 他好像蛮难的 或是说 有一些人怕黑 你要叫他一个人单独在 一个黑暗的房间 他可能也会蛮难 像我就是很害怕 一个人待在饭店的房间 因为我觉得很恐怖 所以像我觉得恐惧这件事情 是最难去把它弄掉的 所以像这个恐惧 要怎么样去处理它 或是面对它呢 我们就拿笑语的 刚刚说的经验 最怕待在饭店的房间里 对不对 那个恐惧感就来了 好 就以这个件事情 我们来分析 为什么会恐惧呢 因为你不了解 在饭店里面的空间场 是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所有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掌握 对 那可不可以掌握里面呢 又包含了 看得见的看不见 对 所以有无数的未知数 所以加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没有答案 所以心中难免恐惧 这种是人之常情 但是真的要去了解 全盘的这种定心丸的 真理的这种宝贵道理 有那么难吗 没有 只要你在这个超级社会系统里面 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以后 你会觉得 换汤不换药的 在这个人世间的各种可能性的主题上 其实还是能量与否的问题 如果当能量OK的时候 你到哪里去 你都会觉得顺风顺水 如果能量不OK的时候 就算你怎么样的安排 打听哪家旅馆最好 然后旅馆本来人家也不错的 但你进去 你可能就觉得还是不舒服 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我想这些是要化繁为简 还是化繁为繁 它还是要有一套原理 要摸手 能够知道说原来如此 所以以不变应万变 对于我们身心灵的这种 健全性的发展 或者是生活里面 对于自己 对于家人 各种可能性的 这个新的作用 会比较健康 会往光明面去递言的话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在美好人生中 要努力把握 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对饭店房间的恐惧 或者是便脑的恐惧 因为我刚听到导师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未知 就是人的确对于未知的 这个部分会感到非常害怕 而且因为人通常都会 往负面方向去想象 就是不管是面对便老 或是饭店房间这件事情 你就会一直想象它 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 所以就越来越恐怖 所以像是不是我们 其实是应该要先把这个 未知的部分把它弄清楚之后 我们就不会那么恐惧了呢 对 这个跟我们做数学习题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 这道数学习题怎么解的时候 如果它是我们的家庭作业 我们就很恐惧了 觉得这怎么办啊 今天晚上是不是要 挑灯业战也做不出来 所以无限的恐惧的理由就出来 那如果我们之前知道 它的原理是这样子 那不管来一题 来五题来十题 都很容易把这个问题解出 正确的答案或走向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你会觉得跟吃饭一样那么容易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那么多的未知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把我们原先有该要表现好的能力 把它可能掩盖住了 换来的是担心害怕 或者是可能没有达标的沮丧 产生的心理的副作用 把我们原先 可发光发热的这种特质 掩盖住了 所以有些人掩盖可能是一辈子 它原先没那么差 但是就有很多的主观客观的因素 全部混在一起变成化学反应以后 化学产物把它掩盖住的 这种卡住一辈子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我倒是觉得 今天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访谈 以最客观科学的角度 想一想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边的 不管是亲朋好友 还是各方面有接触的人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我想只要用心的去思考一下 应该不难找到 刚刚我们在讲的一些 应该还蛮重要的一些观念里面 这样子 嗯真的 刚刚老师一讲到那个数学期间 我就觉得刚好有个亲身例子可以分享 因为我过去对于我英文一直很不好 那么我就那个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在 就是当我看到英文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抗拒 就是哦我英文很烂 所以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所以你不要拿给我看 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 那个东西就是糊在一起的我看不清楚 诶但我最近呢就是因为开始觉得 我就决定要从头开始 就是看那种幼稚园小小孩的那种童书 然后呢去被那个狄克森骗语 当我看到比较复杂的就是文章出现的时候 我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去看 我就发现我突然看懂了 发现其实这个因为没有那么恐怖嘛 那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害怕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那个想法一转变之后 对同一件事情的情绪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像刚刚我们变老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说那个思想 人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嘛 那么在这个思想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比方说正面的一个替代呢 我想这个每个人的抉择很重要 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要简单 那想都是负面的 所以在负面上做文章 正面的就没时间朝向对的方向大步向前 哦 所以一辈子就是换到都是负面的 结果就把自己本来应该还有不错的未来 就全部抹杀掉了 那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一生就属于比较悲观或者是悲哀的前面 层面各方面的发展 那会真的会影响到不管是今生的生命呢 或者如果真有灵魂不灭的话 真会影响到灵魂里面的记忆体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非常了解 就是说我们的心啊 其实它影响我们很深 那这心的这个思绪啊逻辑啊 它跟我们平常对很多这些真正真理的这种知见啊 是不是正确息息相关 那一个知见不正确 它就会影响了我们很多生活层面的各项主题 那你想想看每天有那么多主题混在一起的时候 不清楚加不清楚 叫做非常不清楚 所以一天里面有多少非常不清楚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活在这个世间 他很恍惚 他很没有一个自主性 各方面的判断好像不判断不知道 一判断都是错错错 对 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引用问题 但你说真的有那么难吗 也没有 那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每个人的际遇 每个人的选择 每个人用心与否 给自己一个人生的目标与否 对 各种层面的配套 我觉得后面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先知者啊 能够先感觉到 有影响的话 那真的要赶快花点时间 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努力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 对不对 好我们在这边先稍作休息 带人回来之后 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变老这件事情 大家的恐惧 了解他的一些未知 去大概知道说 他随着年纪的增长 大概会有哪些情况发生 然后我们可以在现在 可以开始做一些预防 或是说我们的心念 去做一些替代 去调整我们的心念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死亡这件事情 他觉得死亡就是一拍两瞪眼 死就是死 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讨论的空间 但是呢 在下一段回来之后 我们来跟大家 好好聊聊这个议题 我想这个是 我们全世界的人类 都普遍要面对的 好那么在这边 我们来听一首 由唐生的导师 做此作曲的歌曲 《天地恩情》 再回到节目当中 天地恩情有心迹 我心感动我受益 暖暖发梦露又如何 你了解的词 指令人情有心灵 请叹碎 那么醉意 此情陷入心底 天河地 总自主不传承 青年夜叮尽手起 愿意我相偉意 敌安静曾经我 与我永珍惜 风有雨 千古琴 天地藏心 总会幸福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不足人生千百百问 欢迎回来《振升台北条平台》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服务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人世间 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那么在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面对变老跟死亡的恐惧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到的议题 因为像我有个朋友 他就说因为他的妈妈有忧郁症 后来他就发现 自己好像也跟着会受到影响 在他情绪极度低落的那段时间 虽然他平常骑车是个飙载 都经常骑得很快 可是他就发现在他那段时间 他突然变得很怕死 他很清楚的感觉到 自己就是很害怕自己的生命会消失 可是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其实也搞不清楚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就是面对死亡的恐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同样是我们的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可能有些人 对于恐惧这件事情 就是有些人很清楚 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 比方说很害怕饭店房间 有鬼这样子 或者是很害怕蟑螂 因为蟑螂的脚很长 可是就像刚刚也有提到 有些人就是连自己在怕什么 都搞不清楚 就是知道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像这种连他 自己在害怕什么 都搞不清楚状态底下 像这样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夏宇刚刚讲说有些人 虽然害怕死亡 但是不知道在害怕死亡 对 那我想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在 如果这个时间是无限的延伸 那他可能 现在还没有 可能现在还没有60岁 他也在想到 他可能有一天 70岁80岁都某一天 可能离开这个世间的这种死亡的可能性 或者是更早 但是呢 他没有想要多了解 这个有关的这些议题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长知识 所以他已经停顿在 也许他现在50岁 他想说 那60岁有可能这个隐忧 他就在那边 他就把自己的这个 未来时间限制 他已经封闭住了 所以他的后面呢 60岁的后面他已经看不到 就说自己预期不到 他觉得是一个悲哀 但是60岁之前呢 他就觉得很近啦 对不对 他这样50岁 你知道60岁的话 那没有几年了 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啊 等于是自己 在定了一个界限了以后呢 反过头来自以下自己呢 那在这个情绪里面 在这样的不明的议题里面 结果可能自己又很喜欢穿牛角尖 对 然后在对于世间 他有很多可能未完成的梦啊 或者是还没有照顾好的人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还没有做啊 对 那一想到 哇还有那么多年 这么一点时间啊 虽然是五年十年十五年 他觉得太短了 都做不完的时候 他这种更不能够接受 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未来 他就会导致了 他里面有一种失衡了 所以他只要一静下来 他就会想 哎呀好怎么办啊 一静下来的时候 哎呦这将来我该怎么处理呢 太多的问题 全部浮上来的时候 对 他把这些东西就淹没了自己了 所以搞到最后 他就是未老先衰啊 本来现在的50多岁人 还是壮年的时候 他已经在想着 要怎么样去 这个人生最后一刻了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加分 反而是让自己提早结束 人比较有这个贡献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这一段有用的时间 线里面 对 那就比较可惜 真的耶 刚刚导师说的 完全就是我朋友的状况耶 太惊人了 因为每一次的访谈 其实真的就是 很临时的提出各样的问题 这导师真的很有智慧 马上就能够看见这个问题的 癥结点在哪里 就是我那朋友 其实才三十几岁而已 可是他真的对未来 充满了这种 很绝望的想法 所以确实是他在这个 就像刚刚导师说的 他的想法就是停顿在了这里 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后延伸 所以呢 我想如果说有听众朋友 也是跟我这个朋友 是一样的状态呢 我想今天这个朋友的例子 就可以让大家来进行一些思考 所以老师那就很好奇 我们刚刚说 所以那个想法就是停顿在 他可能 就是对未来的这个绝望跟悲哀当中 那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迈进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怎么样来思考这件事情呢 我们一辈子啊 可能在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 我们认为今生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戏码 但是一百岁之后呢 如果真的离开了这个世上 究竟去哪里呢 我想就是在未知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猜想 如果我们真的搞清楚了 一百岁之后 我们还有无限的这个灵命的延伸 我们还有无限的舞台可去的时候 那我们自身里面的一个逻辑啊 就不会觉得 那个多少岁之后就全部是黑的 全部是不知何去何从的 那事实上 我们按照天理来走 的确确就灵魂的这件事情呢 绝对不是今生这几十年的事情 那不管是各个学派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想在很多的科学例证里面啊 来讲灵魂不灭这件事情呢 是真的大有其事 而且它是一个天律 它绝对不是道听途说 或者是随便胡说瞎盖的事情 我们做一些research来讲的话 困难找到蛛丝马迹 再在support了这个理论的讲法 是真实性百分之百的 那么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里面呢 不管是生命还是灵命 它在这个进展过程中 它是延续性的 但是在延续的过程的某一个片段 它的确会影响到我们整条生命和灵命 它中间的一个品质 好坏 那么你就会知道呢 我们与其在担心的未来 其实这一刻的我们 也相当的重要 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 所以与其你那么担心的 看不见的明天的明天 那么多的未知数 那不如呢 我们把这一刻 先把它处理好 想着这一刻的这个完整的交代 会让我们延续后面无数 一幕一幕人生更加的精彩 如果真有可能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呢 你的生活会越来越有意义 而且呢 不管是抓住时间呢 抓住机会点呢 或者在学习上 就不会像有些人觉得 老了不能学了 什么都停顿了 就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在这个灵命的路上 其实也就是在其中一点 其实后面还有漫长的岁月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不管是学什么 做什么 或者是成就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 我们自己个人的灵魂的记录里面 其实是丰富与否 我们没有再分年龄了 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应该是能够很顺遂的 就把它给完成 那对我们来讲是加分 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筹码 让我们未来日子过得更好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何乐而不为呢 嗯真的 所以还是回到像刚刚导师 有不断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 要跟不要的结果 其实都在我们的手中 嗯在前段时间呢 导师我们有谈了一个主题 叫做这个遇到马路三宝这件事情 我还是必须得说呢 我在这件事情上深刻体会到 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在我自己在骑车路上 这是每天都会骑车 所以真的会遇到很多三宝 那遇到三宝的时候 导师有教我们嘛 要这个爱与感恩 所以就感谢他视线某一些 可能比较危险状态 提醒自己不要去做 那么在遇到的那些三宝 比方说突然冲出来车啦 或是什么的时候 还是难免会想要骂个两句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问我自己说 那骂完这件事情之后 有比较开心吗 好像没有 就是我还是带着一个 很愤怒的情绪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感觉 让自己那么不舒服 那我还要这样做吗 我的答案就是no 那我的替代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练习导师教我们的爱与感恩 我就发现说真的当我们开始选择要或不要的时候 那个心境就改变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选择权在大家的手上 要跟不要决定权都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呢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面对变老或是死亡的恐惧 我想这个两者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选择是什么 你也可以继续选择你要面对这两个议题还是一样很恐惧 或者是呢像刚刚导师说的 你选择去做一些努力 然后让未来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这个选择权都是在大家手中 好那我最后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就是说想请教导师 那如果说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也是负能量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把这个负能量给它驱除掉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着手呢 我们不管是在内心还是在我们的眼里 如果我们没有很光明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感觉什么都觉得是负面的 那这样子对我们的人生带来的这种变数 可能更大影响更深 而且得到结果也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盼望的东西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有亚信的话 就是说是不是在光明的层面下 比较能够让自己在心中的一些期待啊 能够有着这样子的光明的能量 带领或者提升 或者是在运作的过程中可以因此而更加顺利的达标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来做个实验呢 与其觉得很悲哀很黑暗 那如果我们可以运用超级生命码的方法 让我们的意识填礼 让我们在做各种可能性的运作中 都因为有一套很完整的系统 把我们的能量能够带动起来 那这光明随之而起 那你会发现 怎么是同样的盼望 以前盼望了几十年也没什么样的着落 怎么就是听了正审广播电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试着做一下多年的希望达标的 诶这是巧合吗 诶冰狗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次这样的冰狗 你就有信心了 那就代表着太阳圣哲所讲的 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话 就更加有信心去来做实验 一做实验以后才发现 哎呀这年头啊 不听不知道 一听正觉得前半辈子 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那现在运用了超码的这种各种 不管是做法概念或者一些精髓的运作 真的让自己看到今生 真的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重要 那如此一来就抓住人生了 那你能够现在掌握了 感受到高光明了 这光明它会有种延伸性 传递性 只要我们能够守得住 这个你会发现 从以前 可能在社会上大家滚了几十年 这会遇到的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之后再面对的人生 以及你红尘中的成就 各方面的进展 你做一个比较 在信心的调整之下 你会发现 什么好事就是一楼框 好事连连的这个 ING就一直进行中 那真的是如此的话 没有时间去害怕未来 变老也好 或者是这个死亡也好 应该是每天都在每一刻当中 非常欣喜的迎接那美好 灿烂甜蜜圆满的人生 真的 好 所以呢 这个要不要更加甜蜜的人生 好 决定权 我们还是老话一句 在大家手上 那像刚刚老师说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就先从试试看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朋友 老师的书籍 超级生命密码 都有把方法跟步骤 都讲解得非常清楚 如果想要了解朋友呢 欢迎大家 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这个书籍 那现在有电子书非常方便 另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页 然后呢 在手机APP当中 你也可以去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就能够看到很多的资料 都在这个APP当中 非常的好用 还有包括 我们在节目当中 经常会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那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呢 也都会有所谓的读书会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如果想要参加朋友 因为在各地举办的时间 地点不同 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 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的APP 都会有客服人员 直接帮大家来做服务 跟帮你去查询 距离你家最方便 最好的时间跟地点 那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电话来做询问 这个电话可以先抄起来 在上班时间可以做拨打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如果你有朋友 是远在美国的这种 你也可以帮他问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好 所以希望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大家都能够 可以更释然 更释怀 也更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做选择了 在今天呢 也再次感谢我们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太阳圣德导师 跟大家分享 本周的主题 如何面对死亡 及老去的恐惧 在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当中 都会有不同的精彩主题 欢迎大家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除了未来的节目 在之前所有播出过的 节目内容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 Podcast播客搜寻 福到你家 就可以听到在过去到现在 精彩的所有分享 而另外在每周六 晚上八点钟 也欢迎大家在 Facebook 脸书 或者是YouTube的频道 搜寻 因为你 音乐的音 就可以收看到 我们线上的节目 在当中有歌手的演唱 还有短分享的时间 欢迎大家呢 空中加入我们的行列了 而在今天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 来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 同样也是由太阳盛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富有 在音乐之后 我们就要跟大家 先说声再会咯 我们下个礼拜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 空中再会咯 拜拜 人生的浮游 你我的追求 有谁会说够 今生无缘有我 风尘步步一生守候 花来多少值得久了 用尽生命已在强求 究竟多少真的相拥 生命远就在这其中流走 生命岁月就在这其中流走 让我不得不想象 努力的理由 人生孤单 人生孤单 何时甘休 何时甘休 真正满足 拥有多久 让我接通 天地源头 才知生命早已浮游 天地源头 天地源头 尽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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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作曲 李宗盛 今生苦苦所求 此刻全部拥有 我愿意走 不必再怀求 我爱这份感觉 这份愿望 深知皆同天地 祝福的重要理由 是让我们 成就懂得相拥 是让今生来世 世事富有 爱天地 爱自己 爱你爱我爱地球 今生无怀不太久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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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就在渺渺尽有 富有就在日常的生活中 富有就在生命花开花落 那是我们享受的 你哦 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